传说吃隔夜菜有害健康 有人因为吃隔夜菜被送进了急救室 隔夜菜能吃吗 原来如此即将播出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刘南 我是观众联络员 在意 生活中司空见惯 又充满疑惑的问题在这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们的天性 保持您的好奇心 天天都会有精彩 吃隔夜菜中毒被送进医院了 什么隔夜菜 是第一天吃剩下的那个菜 对 这是来自天津的刘敏观众的问题 他说他在网上看到 很多人都在说 这吃剩下来的蔬菜 隔夜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他就想知道 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 这隔夜的蔬菜 它到底还能不能吃 您给了意见 不可以吃啊 给别的那个动物吃着了 我爸稍得也不肯浪费掉 一天可以 肯定会产生一些毒素之类的 它什么油产生亚细亚细亚细亚 那里面有食物呢 什么 对人体非常有害 对于收集到的群众观点 可以汇总为 一不能浪费可以吃 二里面有细菌 吃了对身体不好 三里面有亚硝酸盐 对人体非常有害 隔夜菜的存放方式不正确 容易滋生细菌 从而让蔬菜变质 危害健康 这个是挺好理解的 可是 可是隔夜菜里 为什么会有亚硝酸盐呢 亚硝酸盐 它不是有毒吗 说到这亚硝酸盐 我有资料 常见的亚硝酸盐啊 其实就是亚硝酸钠 它与我们常用的食盐 不仅外观很相似 味道也很像 都有咸味 但是亚硝酸盐 能使体内血红蛋白 血氧能力变弱 造成人的全身性的缺氧 一般啊 只要摄入0.3到0.5克的亚硝酸盐 就会出现循环系统障碍的 急性中毒症状 摄入3克以上 就能治得你死地 其实后果挺严重的 如果真的产生了亚硝酸盐 或者滋生了细菌啊 这个隔夜菜 还就真的不能吃了 可是有很多人都带饭上班 这些饭菜都是前一天炒好的 也没事啊 我只是说啊 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 或者滋生细菌 但是究竟有没有 那得通过实验 为了验证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 我们来到了我国最好的农业大学之一 南京农业大学 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中文从事 蔬菜彩后生理研究的 郁志芳教授 他告诉我们 在对隔夜剩菜进行 亚硝酸盐含量检测之前 要对新鲜蔬菜进行检测 或者对比之后 才能判断 亚硝酸盐的出现 是否是由隔夜造成的 接下来我们选取鸡毛菜 胡萝卜 大青椒 来做叶菜 根菜 瓜果三类蔬菜的代表 分别对它们进行 亚硝酸盐检测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因为光是提取亚硝酸盐 就得通过切分 打浆 撑凉 分离过滤干扰测定的杂质等 十几道工序 当亚硝酸盐被提取到 澄清透明的溶液中后 逼入使它显色的试剂 如果亚硝酸盐浓度高 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到 溶液变成了紫色 然后用仪器测出 溶液的西光度质 才能最终换算出 比面的亚硝酸盐含量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之后 南京浓大的师生们 测出了三种生鲜蔬菜的 亚硝酸盐含量 每千克鸡毛菜 胡萝卜 大京浇中 分别含有 1.76 1.39 1.81毫克 亚硝酸盐 新鲜蔬菜里面 就已经含有亚硝酸盐了 没想到吧 这在蔬菜种植的过程中 那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是不可避免 但是我们国家 对于新鲜蔬菜的 亚硝酸盐含量 还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每千克 它不能超过4毫克 可是 这亚硝酸盐 它到底是怎么跑的 主要是因为蛋肥 它这个 还是让小宁用模型 给你解释吧 这个呀 代表蛋肥 里面这个呢 就是一颗正在吸收 蛋肥的蔬菜 现在我把这个蔬菜的菜叶 的泡面给放大 制作出来了一个模型 那这些蛋肥 它到底是怎么样 变成亚硝酸盐 留在了这植物的体内呢 你看 土壤中的蛋肥 里面有很大一种 实际上是硝酸盐 而硝酸盐里面的硝酸根 不能够被植物 直接的吸收 所以呢 当这个硝酸根啊 进入到植物体内的时候 就会出现它 硝酸还原酶 把硝酸根的一个氧 给剁去 把硝酸盐啊 还原成亚硝酸盐 这样的话 植物就能够 很轻易把吸收了 看来啊 这个亚硝酸盐的产生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中间过程啊 但是啊 不同种类的蔬菜 产生亚硝酸盐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它们对蛋肥的需求量 是不一样的 哦 哎 可是检测结果表明啊 这不同的蔬菜 它们所包含的那个 亚硝酸盐的量 差不多啊 这个 这为什么呀 别忘了 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亚硝酸盐 也在不断的被分解 被利用 所以说 基本上都会维持在 一个较低的基础水平 而刚刚采载过来的蔬菜 也都会维持在 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彼此之间相差无际 既然它这个新鲜的蔬菜 它所含的这个亚硝酸盐的量 几乎是微不足道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啊 就这新鲜的蔬菜 它下锅一炒 这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上去了 他们似乎又把问题向前推进了以后 顺着断意提出的问题 咱们继续实验 本次实验中 我们将完全按照家庭生活中的烹饪方式 对三种蔬菜进行炒制 而将蔬菜炒制之后 亚硝酸盐的含量 与炒之前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 三种蔬菜中 亚硝酸盐的含量变化都非常微小 你的实验啊 至少正能够这一点 蔬菜现炒现吃 肯定是安全没有问题的 你还记得在刚才模型演示的时候 小宁提到的一个东西 叫硝酸还原酶 哦 就这个东西啊 嗯 就是它把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的 对 在烹饪的过程中 由于高温的作用 这个东西它就失去了活性 它就不能继续发挥作用了 所以就不能继续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了 也就是说啊 这炒熟的蔬菜和新鲜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点 就是亚硝酸盐本身啊 嗯 它是一种无机眼 比较稳定 所以即便是在烹饪的过程中 在高温的作用下 它也不会轻易的发生改变 这原本的亚硝酸盐没有什么变化 那是不是说经过了这漫长的时间推移之后 有新的亚硝酸盐产生了 就出现在这隔夜的蔬菜 嗯 会吗 在进行隔夜菜的一系列实验前 南京农大的几位师生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制造足够多的剩菜 虽然今天的这个餐具个头有点夸张 但并不影响这些年轻人的胃口 而且今天之菜还和平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吃完之后 他们每个人都要缩自己的筷子 随后这些被缩的湿乎乎的筷子被集合在一起 再次合力在几份剩菜里面反复的搅动起来 这些年轻的老师和学生们 制造剩菜的方式也太夸张了吧 别笑啊 不夸张啊 他就不能说明问题 别想看这些动作 嗯 他保持了口水里的细菌和那些剩菜剩饭的亲密接触 可是咱们讨论的重点不是亚硝酸盐吗 而口水里的细菌呢 细菌和亚硝酸盐有关系吗 这些口水里的细菌 就是剩菜在隔夜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别小看它们 口腔是人身体里细菌等微生物最活跃 最繁荣的地带 有600多种微生物生活在这里 通常我们每毫升拓掩中的细菌数量会多达上亿个 而这些细菌的来源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虽然由于人的免疫能力 这些细菌一般不会让我们生病 可是当这些细菌随着筷子上的口水来到剩菜里面之后 它们对剩菜里亚硝酸盐的含量带来的影响可是巨大的 因为它们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合成硝酸还原酶 随着细菌的滋生 大量的硝酸还原酶再次出现在剩菜中 制造着对人类健康有害的亚硝酸盐 没错就是因为细菌的存在 使这些剩菜重新具备了还原硝酸盐产生亚硝酸盐的可能性 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细菌一多 它这亚硝酸盐就越多呢 接下来这个实验恰好就围绕它这个问题来展开 接下来我们会分别测定三种剩菜 在室温下放置0到24小时的过程中 亚硝酸盐和细菌含量的变化 由于测定细菌含量 需要先将菜上的细菌采集到培养棉底 再用营养机将细菌培养两天 最后才能技术测定 直到第三天后 在南京农大六名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实验的数据才全部出来 我们发现在0到24小时的过程中 三种蔬菜中细菌和亚硝酸盐的含量变化曲线 始终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室温放置12个小时的时候 这些剩菜里面的细菌含量 都超过了每克蔬菜1万个的食用标准 可从表面上看 这些菜并没有变质的迹象 特别是鸡毛菜 不但细菌的菌落数 已经多达每克菜里10万个 亚硝酸盐的含量 也超过了每千克 4毫克这个参考食用标准 而18个小时之后 三种蔬菜无论是细菌还是亚硝酸盐的含量 都已经超过了食用标准 到了24个小时的时候 鸡毛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已极高 我们从这个读书可以看出鸡毛菜 它的激光度大概在1.8次左右 那么通过我们的换算 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范围 大概是在300毫克每千克以上 而有研究表明了 人们在食用0.3到0.5克的亚硝酸盐之后 会引起中毒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食用了这种隔夜的鸡毛菜之后 会有可能导致中毒 12个小时的时候 三种蔬菜的细菌都超标了 可为什么只有叶菜的亚硝酸盐超标了呢 目光非常敏锐 来听专家解释 因为这个一菜呢 它是这个 我们食用的是营养生长部分 它生长得快 需要的营养多 所以附近的寒淡物是相对的比较多 同时呢 在喷热完了以后呢 它比较 组织比较柔软 比较破坏的比较彻底 所以呢 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呢 硝酸盐下 药硝酸盐转化的速度比较快 特别是在卫生物 大量感受的情况下 听见了吗 所以这吃剩下来的一耳菜呀 最好别第二天再吃了 你刚才的存放环境 是室温存放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 这细菌的繁殖 比如说放在冰箱里 放在冰箱里 是不是第二天就能吃了 好问题 刚才在进行 室温放置实验的同时 南京农大的师生们 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忙活上了 赶快看一下 放入冰箱内存储后 在零到24小时的全过程中 所有剩菜的亚硝酸盐含量 都在每千克 四毫克这个可食用的标准之下 但是作为叶菜类蔬菜代表的鸡毛菜中 喜菌的含量在12个小时后 超过了每克上万个菌落树的食用标准 实验结论 看来冰箱的低温 确实能够让细菌还原出 亚硝酸盐的能力大大下降 对呀 低温的环境下 这个细菌的活性就降低了 所以说就出现这种结构了 可是光是亚硝酸盐不超标 它也不行啊 你看那鸡毛菜 它的细菌含量就超过使用标准了 像鸡毛菜这种 这种叶类的蔬菜啊 它的组织结构比较脆弱 经过炒制之后呢 里面的内部结构被破坏了 抵抗细菌入侵的能力降低了 甚至是丧失了 所以细菌很容易就超标了 这隔夜的蔬菜到底能不能吃 我该怎么回答观众啊 别急 专家 关于隔夜菜能不能吃的问题 我给你的建议是隔夜菜最好不要食用 如果说你非要食用的话呢 你必须要装在一个密闭的保鲜盒里面 然后放在冷藏条件下面 主要的原因是隔夜菜呢 在存放的过程当中 它里面的微生物会大量的繁殖 但是在没有收以前虽然看不清目 不错但是微生物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隔夜菜当中 特别是以一菜类为主的这些蔬菜当中 它的氧酸酸盐的等的含量呢 会大量的增加 那么造成呢 可能对你的积极呢 会有一定的伤害 专家的介绍中 您肯定听出来了 剩菜在隔夜的过程中 发生的很多不好的变化 它都跟细菌有关系 控制细菌的数量 是隔夜蔬菜能否食用的关键 所以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吃剩下的根莖类的蔬菜 和这个瓜果类的蔬菜呢 密封放在冰箱保存 并且在24小时之内把它吃完 是这叶菜类的蔬菜呀 一旦隔夜了 还是建议您不要再食用了 带菜上班的那些个观众朋友 对于第二天要吃的菜 您最好是炒好了之后 把它们单独存放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尽量避免被细菌污染的可能 来自天津的刘敏观众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您对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观众领楼园 替您转答 这就是我们的节目 有道具有模型 有实验有调查 您有提问 我们就能回答 还是那个人 生活中的什么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你的身边 隐藏着一个强大的细菌兵团 马桶上的细菌量 只是它的几百分之一 它们随时都可能成为 运送细菌到你体内的工具 怎么样才能防止它 给我们带来危害 卫生间里的细菌兵团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